那些年輕人畢業 我都會跟新年醫院說 不要做這項 不足以為他做別的事 賺到錢才做這項 賺不到食物 其實生活不是太艱難 在那個年代來說 其實是穩定的 只不過你要有自己的方向 你往後二、三十年會做甚麼 你是不是這是你終身的career 三十而立 三十你要一個很正確的方向 去到這個關口的時候 我入了行六年 你都覺得好像沒有甚麼成績 你見不到往後二、三十年會是怎樣 還有最主要我這些型 一定很難做到主角 甚至乎你十幾年的資歷 滾下來的時候 可能你去做一兩個小角色 出一出 人們就會覺得浪費了你 我聽一下又好像是 人們會很不開心 我們經常都會慎 平時老闆不在的時候 你們慎過老闆的時候 一樣很迷惘 真的想過不做 但是最實際的一件事 不做我可以做甚麼呢 演員最重要是知道自己是甚麼 站在哪個位置 你的料是甚麼 讀這麼多年的演藝學院 那幾年其實最主要是 讓演員認識自己 不知道突然間有一次 在台上走空 突然間很累 為甚麼我忘記了很累 我忘記了不開心 是真的當刻那個時刻才醒 原來再想回以前這麼多年的事 我剛入行的時候 三十多度沒有冷氣 穿著一件面納 扮成一隻猴子 跟幼稚園的學生在那裡 跳一下 衣服濕 汗濕了 冬天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是 坐在那裡指著 他出煙了 這樣指著我 那時候 我真的在那裡出煙 因為是濕了 個人熱 那你有時候也會在那裡出煙 我想回這些情景的時候 就算我做得多不開心 就是平時的生活多不開心 我在台上一演出 我忘記了這件事 這個四十歲的關友 就真的令到我 確定到我是一個演員 五十支天命的知道 是甚麼你都隨遇而安 不要一下子去到那麼高 就算去到那麼高 你也要提醒自己 初心在哪裏 不過我又經常都習慣 壓力當作動力 其實我個人比較懶 不是懶 我自己形容自己是懶 樂觀優勢一點 反而不開心的是一些情景 入行的時候 我要做一個兒童劇 跟小朋友做的 是一些 mental retarded 的學生 Mental retarded 不一定是智障 而是可能影響了一些身體機能 譬如他坐的時候 他控制不了腳 他可能經常這樣繞 這裡是清醒的 所以他每一天 他就要有特殊的椅 就要拉開他的腳 他們有時候控制不了 身體會喊 其實那個已經是很簡單的 一個幼兒劇 我們去做research 去看他們 看完那晚回去哭到豬頭 所有我們日常要做的事 他們要通過一些 很艱苦很痛的訓練才可以做 所以我很珍惜自己的身體 很珍惜自己現在所有的事 不要怨那麼多 有人比你更加不幸運 再前幾年 我畢業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show 做導演 他那時最早的叫做天使的禮物 就是講這些人 50歲就那時才做圓堂 我過了很多年才明白 他說他們送了一份很好的禮物給我 我在生日那天 在台灣寫了一張postcard給自己 那就是To myself birthday wish 不求果子 問恩 問忘初心 如果有新演員 或者已經是學院畢業 我都會跟他們說 不要做這項 不就要跟他做別的事 賺到錢才做這項 找不到錢 我會跟他說 追夢是對的 你有你的夢想 你有你的理想是對的 但是你要在這段時間 找得對自己的方向 你要找得對自己的方法 而且是辛苦的 一定是辛苦的 有誰說做戲很舒服的 如果他都繼續做的話 就是證明他很喜歡演出 那這個就是他初心 他必須快樂的 願意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